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招和你的十八剑阵倒是有些相似啊 哈哈哈哈 见过了我的章法 你可见过阎罗王有刀 家主 苏牧鱼已过清河街 再有班主乡的时间 便要到这里了 他一个人来的 本与苏哲一起 可是半路遇见谢家杀手 苏哲替他拦住了谢家刀客 他来干什么呢 苏牧鱼 拜见家主 仇牧鱼 拜见家主 等这有许久了 等这有许久了 你也破剑法 果然不凡啊 儿子 多谢家主夸奖 棉龙剑 大家长身上的毒已经好了 他让我带棉龙剑来一次 交给苏家家主 大家长将棉龙剑传给苏家家主 自此暗合大家长之位 由苏家家主担任 请老爷子接剑 看到苏昌和受伤被软禁了 家主 苏孟宇 真的会拿棉龙剑去救苏昌和吗 他苏孟宇不过是个无名者 有什么资格拿棉龙剑 更何况 就给他苏昌和也配 启禀家主 苏孟宇带着棉龙剑出了诸巢 你说什么 苏孟宇带着棉龙剑出了诸巢 是 看方向 应该是朝着苏家去的 通知牧家 就说 苏孟宇要传见苏家 此时 此时便是我们夺取棉龙剑的最佳时机 是 家主 为何要通知牧家 哼 牧子哲不是也想要棉龙剑吗 那就得出一份力呀 华卿 谢家弟子由你统帅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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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这酒味道不错 叫什么名字 此酒名为图苏 图苏 老爹 这名字 对他来说不太吉利啊 对我也不太吉利啊 谢家来拦路了 小心 放心吧 现在暗和之中 人杀我的了 还没出现 苏家苏哲 哲叔 沈一 你们怎么了 我规律不放心里 让我来为你侵路了 听手里的 交给我了 来 小丫头 差不多得了 小丫头 我去找凤沐鱼 我去找凤沐鱼 来 我去找凤沐鱼 一起上 你留下棉龙剑 由我来录鬼 小鹏行 我不管棉龙剑 为什么会在你手上 既然让我遇见了 那就打剑留下吧 回去告诉小鹰子 现在出手 既往不救 我听说过你 你修炼的是拔刀术 将就刀出刀毁 便得阴谷 拔刀术 你变回 你何止退不战 剑呢 随手揽钵鱼时 便可成剑 小鹏鱼 往前行 不必回逃 小鹏鱼 死剑阎王 但凭你一人想杀我 非免有些不孝 救下主 究竟在想什么 此刻只要我们二人出手 至少站走 便可以结束了